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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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风声在沙沙作响 敲打着谁的惆怅 思念在一瞬间生长 再忘了夜多漫长 掌心的泪 活到滚烫 只愿为你散生痴狂 落花满天 有闻情香 与你天地间徜徉 如果爱太荒凉 我陪你梦一场 赎回你所有泪光 这一路有多远 这三世有多长 只收到地老天荒 风起起雾茫茫 雨滚滚雪满满 一步步都陪你同往 牵着手别惊慌 观明天会怎样 哪怕注定流浪 哪怕海角天涯 手牢牢不放 爱念念不忘 人生何须多辉煌 浮华的终成空 执着的都随风 进路和许多跌宕 遥遇多少风浪 心不再摇晃 一起细数着过往 陪你等风停了 雾散了 雨逐了 雪滑了 再见 绝备月光 还有我在你身旁 明明清秋是个仙乡 却让你智力得像梵箭一样 男耿女之的 见不到半点仙书道法的影子 若什么事都用仙书来解决 那不是太没意思了 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无聊吧 我还想着过几日帮他们背一个战场 让他们意思意思互相打几架 免得闷坏了 那倒挺有趣的 到时我捡几名天将 来给你住住行 我受伤了 我就说我不会做饭吧 姑姑 看来这一顿还是算了吧 反正我们不吃也没事 那屯子怎么办 明古 速去凡间将凤九抓回来 说青秋出了不得了的大事 可我找不到他 姑姑 那这样 你去狐狸洞口贴个招式 就说狐狸洞需要雏娘 现在就有 好 我现在就去 这样就好了 烧个火添个柴总会吧 再多点点水 先夫人尾时好厨艺啊 将叶华君调教得如此好 不对 她那夫人早已魂飞魄散 今日提起来 岂不是今人伤疤 她懂你一本 只会在我做饭时烧火天宅 也不知道遇上我之前 她在君旗山怎么活下来的 怎么不说话了 怕你伤心不知道说什么 素素 你看都伤心过头了 都将我叫错了不是 你去过东荒吗 东荒 我 昔日我和十六师兄去东荒玩 这太子该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 猜到我是私鹰了 所以才拿小团子做借口 来狐狸洞常住 想要找回师父的仙体 这么看着我干吗 依恋心虚的样子 没 没有啊 你这个菜快做好了 虽然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你这个样子倒是 挺像个厨子的 先不管她 我就不信 完了七万年的事情 能被她查出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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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枯子再来为 再来为二丁 就变成皮球 replacement 变成皮球多好啊 极了为傅帶你回天宫ist 都无须疼 Deb 将你团棋来诡一诡 就能滚进你的情人殿了 嗯 嗯 嗯 shrine 極 extend 仏疑你倒是找了好靠山 没事啊 倩倩 来 你要多补一补 阿黎 来 你要多补一补 一股叔叔 你要多补补 都没客气 钱倩 替我批出个厨房处理公文 你要处理公文 我要在这儿小住几日 米古 去把之前四个的房间收拾收拾 好 我现在就去 来 迷姑 过来 姑姑 是要睡了 都睡了 小田孙每晚害时入睡 太子殿下照顾得很好 事实亲力行为 什么时候走 这倒没说 姑姑不是说 太子殿下是来算账的吗 迷姑倒是怕 怕什么 迷姑听闻 九重天 一定找莫淫上神的先宗 有七万年了 太子殿下来者不善啊 姑姑 没想到你这个人平时不聪明 今日倒与我想到一处去了 那 迷姑先走了 着急 成家 至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千姐 叶华 你还没睡啊 阿丽已经睡了 就来找你下下棋 下棋 叶华君好兴致 这些年除了在长海驻守的日子 我一直不停歇地在寻找石器的下落 却毫无隐形 大岳凶多吉省多 身为大师兄却如此失职 连一个小师弟都保不住 真是觉得愧得很失误 大师兄不要如此说 没能看住石器把它搞丢了 是我们这一众师兄弟的错 算了 难得我们师兄弟见一次面 就不要谈这些伤心事了 对了 石榴 你还准备去反间历练吗 子澜不瞒大师兄 这七万年说是在历练 却一直在找小时期的下落 本想继续找下去 可昨日 昨日遇到那义军 并改了主意 想往昆仑须昔日群先朝拜 如今却落得空无一人的地步 既然子澜七万年都寻不到石器 倒不如就此回昆仑须 替师父将往昆仑须上上下下 打理妥当 你还记得师父临走前说过的话吗 子澜和石器一样 都信师父所说的 既然师父他老人家说过叫我们等他 那他就一定会回来 一日寻不到石器的下落 我会一直寻找下去 那子澜就先回昆仑须 静候大师兄加音 你们找谁 姑姑 这是太子殿下 岸前思墨的文官加云行军 这个是太子殿下思战的天书行军 姑姑 姑姑 殿下昨日吩咐过了 日后的公文就送往这里 送公文 姑姑放心 小先知每日沉起来一次 拿走前日批好的 再送些来代批的即可 那这位 姑姑请放心 我就是来保护殿下和小天孙的 但绝对不会打扰姑姑和殿下的生活 给姑姑请个安 就会在姑姑眼前消失 没有殿下的准许 姑姑是绝对看不到我的 她说老真 bien 这个是不竟然 documenting 走 一家的人 为何要追杀我 冲 来 难道义稷还想和天族开展吗 你说君上让家云他们 把宫文都送到了青丘 是这样的 娘娘 方才家云回来 讲给君上寝殿里的人听的 君上不过在东海玉白浅见了一面 怎么就要去与他住在一处了 都说九尾白狐天生媚态 又善用弥幻术 奴婢猜想 怕是对君上做了什么不堪的事 勾了君上的魂 天生媚态又如何 当初还不是被一条小巴蛇 抢走了二殿下 我做了那许多事 受了幻眼之苦 献上截破灯 才得以入住喜无功 可他只因生于青丘地基 就平白地占了这正非之位 这世间事还真是不公平 是啊 娘娘 咱们要赶快想法子 好好教训教训他才是 不 他是青丘女君 四海都要尊称一生姑姑的人 又是天君亲自定下来的太子妃 与他硬碰面 并不能逃得什么便宜 难道娘娘就这么忍了 不 这不是忍不忍的问题 我当初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在夜华不愿意的情况下 还能入住喜无功 能让这四海 都认为我是这喜无功唯一的宠妃 靠的不是忍气吞声和硬碰硬 靠的是 这 牛娘说的是 是 当初天族因为阿尔殿下 退过他一次婚 所以天君绝不会允许夜华再做什么 我本以为 夜华会记挂那个死去的素素 不会轻易娶她 可谁知道只去了一趟东海 就被她勾了婚 行奴 行奴 要想排除掉这个障碍 最好的方法 就是让她主动提出退婚 主动退婚 不错 她对夜华又没什么感情 自己又是清秋女君 如果让她觉得跟夜华在一起处处受限 不舒服不如意 一怒之下 她说不定真的会退婚 即便不退 也绝不会给夜华什么好脸色 不错 不错 还是娘娘注意好 不错 你现在就去清秋 按照我的意思 给那位上神传几句话 让她也晓得 这天族是有规矩的 她和君上虽有婚约却未成婚 如此日日交警而卧不成体统 先杀一杀她的威风 是 是 奴婢这就去 是 姑姑 昨晚没睡好啊 昨天那个太子 非让我陪她下棋 我太困了 想在岸上服务一会儿 结果就那样睡了一夜 我补补觉 她交给你了 好 您有 supply 您 你好吗 您好吗 您好吗 来一下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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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我 您好吗 之前在经过郡吉山时 看到一个妖怪 正在欺负小天孙 就出手把他救了下来 送到君上 常住的那间草屋里 小天孙是君上的长子 也是独子 很是受宠 你运到很好 说吧 要本宫如何替君上 谢你的救命之恩 谬卿不敢 要轻只求能在君上的宫中 做一个寻常的婢女 万万年伺候君上 就已经知足了 婢女 你是东海的公主 这种身份 就算嫁入喜吴宫 也没人会说什么 只做一个婢女 岂不委屈 你说对吗 苗卿公主 先起来吧 以你的身份 又对小殿下有救命之恩 想要被封为妃 并不是什么难事 这喜吴宫七万年来 只有我一个人侍奉君上 很是冷清 妹妹你若真有心 我便祝你与君上 成就大好姻缘 也好热闹些 谢娘娘成全 谢就不用了 我只是明白你的一片痴心 同我对君上一般 同病相怜罢了 我真不用了 我发现吧 主持人 与你 我把你彻底下 这个地牢 都在干什么 二十万人 这是 确实吧 我那次在东海时 我把白浅上神误认成了娘娘 听着很有趣 说试看 会呀 会找上呀 慢着 你家姑姑可在洞内 姑娘找我家姑姑 不错 我是喜无功素锦娘娘的人 要面见你家姑姑 我家姑姑与你家君上 晚上下棋 白天散步 现在累得正休息呢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我家娘娘 也不是不能容人的人 况且 还是未来的帝妃 娘娘派我来 也是一片好心 这白浅上神 离太子殿下尚未行礼成婚 便就终日缠绵 娇静而卧 终是不太妥当 就连当年的天君 也不似这样 再则 这妙亲公主 将将被请上了天宫 太子殿下 也万不该冷落了他 我们青秋 哪有你们天族 那么多弯弯绕绕的规矩 一个区区的小仙 就在这儿叫唤 是欺负我们青秋没有人吗 就是 就是 对啊 你分明是故意寻个理由 来为难我们青秋物质 你们军上有个小老夫算了 还带个儿子 我们公公都不嫌弃你们 你们竟然还嫌弃我们公公 你们 你们这帮刁民 竟敢诋毁我们天族 规矩多 滚 马上离开青秋 对 滚 马上离开青秋 马上离开青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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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去 离开青秋 走 滚 你们不能这样 滚 滚 你们要干什么 快走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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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吵什么呀 回姑姑 是天宫的宿景娘娘 且人催太子殿下回宫 我还没同那人说什么 就被咱青秋的人赶走喽 宿景 叶华的那个侧妃吗 是啊 姑姑 那些人 怎么这么凶啊 那小仙子说话不太好听 说姑姑你同太子殿下 为行礼成婚 便终日缠绵 交紧而握 忠实不太妥当 就连当年天君也不是这样 大伙一听 就气得将当人赶走了 嗯 我知道了 你也不太太富裕了 嗯 我知道了 对 你也不太做了 对 对 你真是喜欢大鸡 我说就是我 莫菲遣人来叫你回宫 说了些话 虽有些失实 但我掂量了一下 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是吗 他说 你我尚未行礼成婚 便终日缠绵 交紧而握 他虽然说得不是真的 但是 我想你整日住在我这狐狸洞里 确实不太妥当 你觉得呢 我要来你这里住 便来你这里住 左右你才是我的妻 旁人管得着吗 若我在正经年纪成婚 孙儿也有你这般大了 请请您屡次提醒我 你长我几万岁 可是想说什么吗 随口一说 那仙儿说你把妙亲公主 也带去天宫了 那仙儿说你把妙亲公主 也带去天宫了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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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抬起来 面朝向我 带着微笑 非常好 他这是要为我做负担亲 这个太子 怎么阴晴不定的 一会儿冷脸 一会儿又春风满面了 那妙卿似活不愿家 西海的二皇子 但他对阿里又有救命之恩 我便让他去天宫做个婢女 待他想通了 便会自行离开 其实那西海二皇子 也没有那么不堪啊 你认识 又来试探了 不认识啊 我只是听四哥提起过 而且那二皇子 不是莫冤上神的弟子吗 想必也不会如此顽固吧 估计是借口罢了 倩倩你还有什么 有什么想与我说的 还有一件事要说 说吧 我 我的手麻了 可以换一个字是吗 随地 还会有人说 我怎么做的 我怎么做的 那你还没什么 我还没什么 封缓 люб计算 也对 我 我 真的 娘娘 那青秋白浅不光不好惹 就连那整个青秋也是一群刁民 竟敢诋毁我们天族规矩多 还说什么 在青秋来说情投意合就好 还管什么体统 什么 他们真的这么说 白浅说的 气就气在这儿 奴婢根本就见不到白浅 那白浅端着上神的架子 只让洞里的一个小朔荆 就打发了奴婢 也不管奴婢 是不是娘娘跟浅的人 再怎么说 我曾经也是天妃 是天君亲自赐给郡上的 又是这喜吴宫第一个名媒正取的 她竟如此看清我 何止是看清 那帮青秋野人还说 说娘娘您是军上的小老婆 说他们姑姑不嫌弃我们就不错了 竟敢还去教训姑姑 放肆 是太放肆了 他们简直 不要说了 娘娘 您这是怎么了 我救你不要说了 娘娘息怒 让我好好想想 如何让军上 从那只狐狸精身边回来 娘娘 今日可是天君寿宴 您可不能太动肝火 没关系 我只是一时押不住怨气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说 今日是天君寿宴 是啊 娘娘 您忘了 这几日想着青秋那只狐狸 竟然忘了这件事 我之前吩咐你准备的贺礼 可办妥当了 妥当了 娘娘 这次可有什么特别的宾客吗 跟往年一样 若是说特别的 应该就是北海水军 与他那个长子元贞了 元贞 是 听说元贞 天君给天君写了很多贺寿词 天君很是开心 特地让北海水军 将那个长子带来 奴婢猜想 这北海水军 与天君多年的隔膜 或许能因为这个孙儿 有所缓和呢 快速去替我准备准备 此事一定要办妥 好 我跟你说 娘娘 应当这样如此做 奴婢怕 不用怕 不会有事的 听说你从小就在狐狸洞中 浅浅干满一万岁你就来了 不错 算起来的确那么久了 浅浅若要做上神 阿里说要经历两次天劫 一次飞升上先 一次飞升上身 对 对啊 既然你看着她长大 想必知道她是如何经历 这两次劫的 让我想想 想想 年纪大了脑子不太好使 姑姑飞升上先 是在昆仑虚 这太子殿下 莫非是为了查莫冤上神的事而来 要小心些 我家姑姑飞升上先 恰逢在狐狸洞里 狐狸亲自帮她打了 至于飞升上神嘛 太子殿下也知道 那是跟秦苍大战了一场 和秦苍大战 不错 她与秦苍大战一场 才会失去记忆 化身烦人 一划一划 她就是你的诉索 为何你还要反复确认 不管她忘了 还是没有忘 她回来了 就够了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你是想到什么了吗 你如此高兴 没事吧 我带你家姑姑去凡间 凡间 这太子殿下 真难做 一会儿阴 一会儿情 哎呀 叶华君 你看 今日不知哪方水军不雨 恐灵坏了叶华君 不如我们今日 还是在狐狸洞待一日吧 父亲说 今日带我们去凡界玩 所幸今日凡界倒没有下雨 你们要去凡界玩啊 你们应该找一个土地宫 给你们带路啊 你看我呢 每日待在狐狸洞 对于凡界的路我也不熟 娘亲阿里想要你去 等我换件衣服好吗 干娟 他 теп儿 就不 är 你 我可以 我没有 港姐我 想要这个 好 你要哪一个呀 小少爷 来来来 这一个 来 打掌 你的柱子能买下这一条纪录 小心一点不要掉了 好 好嘞 百草味坚果 健康有美味 谢谢干爹 快来尝鲜啦 百草味坚果 小少爷 百草味坚果 干爹我要这个 替我装一包吧 好的 怎么今日有兴趣的反见来 我记得昨天佳云 报来一大漏工人 看他那神色 也不像什么闲文书 今日是阿黎的生辰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阿黎生辰这么大的事情 你也不早告诉我 他好歹叫我一声娘亲 我一份礼物也没背 也太叫人心凉了 你要送他什么大礼 夜明珠 你怎么知道的 送人夜明珠 不是你这么多年来的习惯吗 小仙送小珠 老仙送大珠 小仙送大珠 虽然送他一门珠十分名贵 可是阿黎人家不适合 送他也是白白浪费 你不知道啊 我有一颗半人膏的 像月亮一样的 把它放在阿黎的清明殿 看着也开心啊 那可是四海八方 独一无二之 小心 没äusen 在这儿啊 你怎么了 谢谢你啊 小少爷 不客气 吓死娘了 没事吧 怎么办 没事 没事 авно 还说 千千 几年不见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我这七万年 从未离开过青丘 也不曾伤过 方才想起的莫非是梦 怎么了 客官 菜都上齐了 客官 来 这小少爷长得灵秀动人啊 小时候长得可爱 长大了容貌怎样 还不一定呢 你们慢用 好 娘亲是不是嫌弃阿里了 男孩子长得好看没有用 一双有力的拳头 比一张好看的脸要有用 更何况 女校妇儿校母 依我看 阿里长大之后 模样也不会差的 娘亲长得好看 阿里自然也不会差到 给娘亲丢人 对 不管阿里以后长大了 是什么样子 都是我心头的一块肉 我总是最维护你的 你晓得的 今天对阿里真好 两位客官 这老叫啊 是小的刚热的 正好此时喝 你们品尝一下 谢谢 慢用 你也吃这个 多吃一点 这个你最不爱吃 但是对身体好 你手成这样 不心疼自己 我都心疼 浅浅 似你这般听不得情话 以后可该怎么办 实际上 再给妇儿 还不得情话 那你老婆 要看的 人们 是让你更多 只能提醒你 呢 這不是 我只能提醒你 想潜在那里 我来许你们 好 客官 慢走啊 下次再来 好 这位客官 怎么就您二位啊 刚才与您一起的 那位公子呢 这附近可有什么好居住呢 好居住 有啊 从这边往南边走 有一个茶馆 这个茶馆啊 价格虽然高了一点 但里边说书的 说得可是相当好啊 说书 对 那我们就去茶馆吧 好 谢谢了 好好好 咱们书接上为 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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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这条马 两位请 斑斑斑点点赤霜宁光啊 张飞吐信他惊人胆 坐右巡视令人光 好 好 好 董斗树崖石头晃 这边填补茶 主人落入他的口 十拿九准是一命黄啊 于是这三人互忘了 你夫君在天上瓶口茶的功夫 这凡间你就天黑了 咱们就在这坐着等他吧 嗯 这两位高高的乐器 想拿到金蛇 归出你全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我在坊间还有要事 此注意灭便地离开 那臣就长话断说 近日离开东海满月宴的仙人们 先后都遇到一群人 不知身份 只为取我们的性命 竟有此事 可又找到活口 没有活口 都被妖法夺走了性命 十六师弟的意思是 那些人是妖法做出来的傀儡 所以他们的主人 极大可能来自异谨 异谨 异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夜间微凉 繁华落地成霜 你在远方眺望 耗尽所有目光 自不思量 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亮 前世你怎舍想 这阴海情茫茫 海骨座不痛不扬不牵强 都是假象 亮亮月色为你思念诚恳 化作春你恨顾着我 千见岁月 千见岁月抚满爱人袖 翘翩芳飞入水流 青一涅云与零月舌花搜 若如凡尘伤伤情者我 深渐一度情节难留 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身的恨 两要三生三世恍然入梦 许多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忍 就让今分落九尘 两要是离何时还会穿上 有剑树下一盏风寸 若花有意流水无情别人暗怨爱恨 两头麻花的船 无声缘千尘